OK,最后看一下装饰器的使用场景 装饰器的使用场景呢 我觉得再时刻不够的就是讲这个ES7提案中的装饰器 现在在那个ESU的文档中呢 其实也已经有了相关的机上 大家可以看软一峰老师写那个ESU的文档里面 就专门有一节写装饰器的 虽然说它是还没有到标准中来 但是这个ES7装饰器的这个提案呢 已经被这个Bible支持了 我们可以通过Bible插件来使用 我们这一节重来讲一下这个ES7装饰器这个提案的语义法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ES7成员标准之后呢 这个装饰器肯定会慢慢的被理软器啊 被NodeGS原生去支持 但是现在用的话已经是非常好用了 而且呢 已经有一些特别好的第三方的库 来已经封装了我们常用的装饰器 它已经先行了一步 所以说我们在讲了语义法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讲这个Codic Reuters这个第三方的库 这个库呢 就已经把我们常用的装饰器都已经工装好了 所以说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在做工作或者学习做客户设计的时候呢 你如果是把这个东西用好呢 那肯定是能让你去省不少劲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节的规划 就是ES7装饰器呢 我们先配置一个环境 因为它现在NodeGS用的是一个6列级的版本 它默认还不支持 所以说我们就做一个插件的安装 然后呢做一个简单的配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是怎么装饰类的 然后再看一下它是怎么装饰方法的 这块呢其实我们先列在这儿 我们后面会代码中去演示 大家去实际体会就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去配置一下环境 安装一下插件 因为我的这个Node版本呢是6.7 6.7的话呢 你如果是用装饰器呢 首先得去安装一下那个插件 怎么安装呢 好 我们在这儿演示一下 npm install bible 这是个bible的插件 bible plug-in 然后 transform decorator lagency 好 刚刚sale-dev 我写错了哈 应该是decorators bible plug-in transform decorators latency 然后关了sale-dev 好 然后运行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为了安装的快一些 根据我们之前的惯例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npm.tobo.org 我们把这个淘宝镜像给它沾过来 这样安装会快一些 好 回车 关了就可以了 稍微等一下啊 OK 已经安装了是吧 好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插件 放在这个 之前说的这个 .bible ic这个文件中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这个 plugins这个输入中来 把插件名字写上 transform decorators legacy 写完之后 我们这个环境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运行npm run-dev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装饰器的语法 它就可以去识别 就可以去实现了 我们可以简单的先写一个 然后编一下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这儿class了 demo 然后呢 里面我们就先 什么先不写了 我们先简单的验证一下 function test dc 然后 target 这个语法的意思呢 我们等会会说 大家先不要管 我们只是验证一下这个环境而已 true 然后 alert demo as d dec 好 这个时候我们加一下 这个装饰器的语法 装饰器的语法就是 add 然后把这个装饰器 这个函数传过来 好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控制台 我们运行npm run-dev OK 大家看打印出了true 对吧 打印出了true之后呢 就说明我们这个 代码中的这些运行 就已经成功了 就是我们这儿写了一个 asdc.true 对吧 它已经代码出来了 就说明这个装饰器的语法 就已经成功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 真实的去看 那个接下来的教程